汽车轮胎碾压4000个钢钉 会爆胎吗 一脚油门太过瘾 汽车的轮胎都是像焦的 虽然结实耐用 但也是常有爆胎的时候 被钉子刺穿 那么一国外小伙就来了一个实验 汽车轮胎对抗4000个钢钉 先是把这些钉子全部固定在一个木板上 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很吓人 密集恐惧症都快要犯了 你觉得汽车开过去 轮胎会爆吗 可以期待一下 准备好后发动汽车 直接一脚油门下去 全速前进 快速从这些钉子上碾压了过去 看起来是绝对会爆胎 但事实却让人出乎意料 轮胎好好的并没有爆掉 随后在这些钉子上 不停的反复碾压 甚至还踩着刹车过去 但轮胎还是完好无损 真的是太刺激了 其实由于这些钉子数量多 手里面积就会不一样 以及轮胎根本不会被扎爆 虽然是这样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哦 我们还是勾勾眼影就好了 不然还得去补胎 也太不花生了 好看